大家好,歡迎來到中女萬歲channel 今天很sexy,我們中女很sexy 我們今天去了哪裡呢? 我們來到這間店舖的尾巴都有sexy的字 就叫sexy crab 你看看Melissa多sexy 我想站在這裡 說露詞 今天來到這個食屎專門吃蟹粉 看名字就知道sexy crab 吃蟹粉 很多菜式都融入了蟹粉 我們今天介紹這個小食餐 這間店舖就很特別 你看看餐具就知道了 這邊不是摩天鱗 這間店不斷滑滑滑滑,就像海洋公園 那些人玩滑滑滑滑的 那些叫什麼? 飛天鑽 那些是什麼? 不知道是星際那些 星際那些鑽 裡面有三款小食 四款小食 裡面包括和牛 大根 大根裡面配上魚子 另外有個慢煮雞胸 慢煮雞胸也是配蟹粉 和牛也是配蟹粉 其實這個小食 全部都是蟹粉主題 另外有個帶子 帶子也是配蟹粉 其實他們的比例是剛剛好的 蟹粉再加的配料是剛剛好的 我們待會就會試 另外看到這個非常厲害 這個就是花雕 配四種不同的味道 是什麼味道呢 很特別的 它有薑汁 另外有華莓 陳皮 桂圓 桂圓 這個就是花雕 有一個大杯 配花雕 然後它在這裡倒下去 然後花雕 滴到每一個小杯裡面 每一個小杯裡面 就是剛剛有四種味道 陳皮 桂圓 還有華莓 還有什麼 薑汁 加上化學作用是怎樣 我們待會又會試 大家看看 這個杯 哇 真的看到 好像皇上 皇上供品那些 給你做皇后 我做貴妃 妃子算 我也是做妃子算 皇上供品那些 都是受重一點 皇后就是打落眼睛 那 對 我們試一下吧 好 這次它這些就是花雕酒 是一些五年層的花雕酒 其實呢 Angela 我剛剛上個星期 去了香港的餐飲址 上了花雕酒的course 哇 真的會喝會吃 真的為了今天 所以特地去學 你明白嗎 原來是這樣 我們又說一下 其實花雕酒 在國內 其實就是 他們是屬於上等 甚至以前古代 是喜慶的時候 才拿出來的 OK 不是說平日飲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去國內 那個朋友 他招呼你 給一些花雕酒 其實他們很尊敬你 還有那幾個喜慶的事 才會想做 那我那天 我們試過五年層 我們叫做 上次我就試到一個十年 和一個十五年的花雕酒 不過它就只是 花雕酒沒有加其他東西 是 但是呢 現在花雕酒 它在香港 有一件事很特別的 就是 如果你說 我想找酒 究竟它那個 代理 選購 在香港 政府有一個 就是一些食品的 list 其實你排在酒那裡 是找不到花雕酒的 那為什麼找不到呢 你經常找到紅酒 白酒 香檳 你找到那些名單 為什麼呢 花雕酒就列入了 是在煮菜那裡 是當醬料 明白 當醬料 所以變了 其實很多人 就會用花雕酒煮雞 去煮食 我很喜歡吃醉雞 醉蛋 醉鴨蟹 醉鴨 那些菜式 我每次吃雞之餘 或者吃鴨蟹之餘 我就喝了那個酒 就是 人家就說 沒有 酒鬼 說我酒鬼 OK 所以 其實當日 品酒師都說 既然現在 中國花雕都去到這麼頂級 都是一些很尊貴 例如外國 如果你說是 總統 他招呼人 就是給了紅酒 但是他說 在中國 其實去招呼外地的貴賓 他們用花雕酒 所以變了 其實他有這麼尊貴的東西 為什麼我們竟然在香港 我們列入去 在酒那裡是找不到的 竟然要去醬料那裡 才找到花雕酒 真的很特別 好像 不覺得他是屬於可以品嘗的東西 或者是一個平日餐飲的東西 所以我們今天就很高格的介紹 這套 這一套的小食加花雕的套 就是非常適合打卡 我們中女很喜歡打卡 這個 真的 好有雅 我今天應該穿旗袍 其實 都少少 少少古裝 就是這樣 但是 適合這個環境 這個環境 其實這間餐廳 是尖沙咀 一個貴地短 這個環境其實 很有club的feel 就是 很夜店 但是 但是 他是吃中國東西的 這間餐廳 不是很大的 就是一眼光光 但是他有一些 就是危紅燈啊 有些酒杯啊 有些酒瓶啊 加上呢 那些酒呢 哇 真的 好像很放鬆 那你喝了之後 不知道會不會醉 還有我覺得 入春來也是美女 是的 現在呢 現場其實有幾台 客人呢 都是美女 是的 是 都很優雅的 是啊 沒錯 我們稍後品嘗這個花雕 就跟平時我們咖啡酒那些不同 那我們就是 是用另外一個優雅的姿態去喝的 那好啦 Angela 我們就說了這麼久 真的要開始試吃了 真的很想快點吃 對 很想快點喝那個花雕酒 花雕酒 不是 他是一種花雕酒就趁一個小吃 是的 但是呢 不過他就沒有記住 剛才他有介紹哪一個杯 就有些什麼的味 不過我們轉完一個圈之後 就已經撈亂了 那就不要緊 我們等一下就好像抽獎一樣 是 對 對 每拿一杯我們搭一下 對 搭一下那個味 對 然後呢 我們就可以配上小吃了 對 好 Angela你選一個小吃 我們試一下一齊 那我先試一下帶子 我喜歡帶子 帶子 那你先拿了 好了 這個帶子呢 然後我呢 又拿帶子 這樣樣樣的 帶子的 真的很精緻啊 要先拍張照片 我還沒用 對 我們先拍照片 如果一人吃了我們又忘記了 我們又忘記了 拍照片給朋友看看 等等 這樣 OK OK 好 那我們先試一下 那你先選一杯酒 你先選一杯酒 Dorame Dorame 那我先試一下這杯 剛才我拿過這杯 這杯 那我拿 我們要芝士 對 好 好 優雅的 芝士 看不到 可能觀眾 高一點 高一點 Cheers 好了 好了 應該是有一點華梅味 你的杯是什麼味 吃不像醉雞一樣 哈哈 哈哈 其實因為它花點酒 真的是有種鹹香的 鹹香 真的其實是醬料 對 鹹香的 但是我又喝不到它 配合了什麼味 這個不要緊 我一人試一下 那我們先吃那個 吃了那個小吃 先看 試一下 這裡也給了那個碗 做得很美 真的很可愛 真的沒試過這個小吃 這麼特別 真的 好 先看看 蟹粉 嗯 這個蟹粉 釀了在袋子裡 那個袋子就是半生熟 是不是 有煮過的 是的 不是原番的 我覺得半生熟 嗯 嗯 其實因為呢 那個花雕呢 其實它配海鮮也是OK的 那天那個品酒師都說 所以現在 我們現在吃袋子 蟹粉 其實也是很配 那它就有個 慢煮雞胸 嗯 所以就是 酒配雞也是一絕的 你試一下雞胸 我一陣子 我試過牛 好啊 好啊 剛才那個就是 帆立貝 是的 現在這個就是雞胸 雖然它就是一口 就是很大塊 我們喜歡吃多好 然後你知道我的口小 剛才我已經很不優雅 這樣吃了整個 整個放下去 這麼厲害 不是 吃了兩口 這次要優雅一點 你試過雞胸 外面有一些食用花 是 真的很漂亮 雞胸海膽 你那個 雞胸海膽 這次要拍一拍 一個close up 我拍一拍 好啊 你吃吧 你試吧 慢煮 慢煮 所以它的雞肉應該是滑的 沒有意外 對啊 那它呢 它就叫做慢煮 雞胸海膽 配鞋粉 這樣的 這個呢 真的 哇 真的不知道怎麼吃 真的好 可能要 逐點逐點吃 真的 不是啊 我很喜歡那個紫蘇葉 我很喜歡 這個應該是整個吃筆 對對對 嗯 好香 紫蘇葉 是啊 很棒 你看看裡面原來是海膽 海膽 對 我剛才呢 都有點懷疑 因為上面那個 柱是 蟹粉 蟹粉 我就看不到有海膽 我就問 會不會是混合了呢 原來你吃一口的時候 裡面那些海膽 滴出來 真的好豐富的 很好吃 對 我呢 就試一下那個和牛 和牛蟹粉 它的蟹粉頂呢 又是切了一些 蟹粉 不是 蟹粉頂面 切了那個 剛才這個叫什麼 二話 忘了 紫蘇葉 碎 對 很香 很香 紫蘇葉 吃下去 有些清新的感覺 對 突然好像有些 田園清新的感覺 那個牛 和牛 當然很濃牛味 正常的和牛 不過 它這樣切到來 都凍了一點 凍了一點 凍了一點 對 不過這個餐也是凍吃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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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熱食那些 那麼軟 對不對 但是這樣吃完 就飽了 對 我們一會兒再會叫一些 特色的小食 我們吃了這麼多 吃完了 我們再想 因為這裡還有很多蟹粉 很好味的菜式 謝謝 我試完第一杯 那個叫做 發覺風 我試不到是什麼味 我試不到是什麼味 我想試第二杯 看看會不會有分別 我拿軟一點 有一個是薑汁的 讓我試一下 對 拿軟一點 另一個先 好嘗這杯 好像有點甜甜的桂圓味 對 你知道嗎 我兩杯都是鹹香很重 我試不到 裡面的味道 那你上次25年層那些會不會 都是鹹香很重的 不過你喝下去很smooth 很好吃 嘩真的很好吃 因為我平常真的很喜歡吃醉雞 或者是醉鴨舌那些 不過那些是用來煮熟 所以它是比較偏甜 有一點甜味 對 現在淨飲 它是比較濃一點的味 對 所以吃那個黃牛的OK 對 所以它會配其他的味道 就是陳皮 桂圓 可以調起不同層次的味道 嘩你都很發乾了 其實我也試不到它 因為我很想試到它的分別 但是兩杯不一樣 因為你看到裡面 這是什麼 桂圓 應該是桂圓 你試一下 你吃完那顆桂圓 你看看會不會甜味會再出一點 嗯 那這個呢 這個應該是陳皮 是啊 我覺得這個味道不太出 兩杯都不太出 因為薑汁就沒有薑 桂圓就有粒桂圓 我真的很快就乾了 滑梅呢 應該是酸酸甜甜的 但是我還沒喝到 滑梅 對了 那你試不試第二杯還是怎樣 我們多吃一個小吃 我吃大根 這次 什麼叫大根 大根就是蘿蔔 蘿蔔 你看到這個 說得少了 上面有魚子和金箔 除了蟹粉之外 哇 這個應該是相當名的 那 值得試一下 我吃那個 這個拍了沒有 這個還沒拍 那我們拍個口罩給觀眾看 好 這個有金箔 對這個有金箔 有魚子的 OK 好 那我先試一下 我就是想吃紫蘇葉的開蛋 魚子很香 是嗎 魚子是很好吃的 就是這個 一吃下去 就覺得好像皇帝餐 就是好像宮廷餐 是 很香 嗯 這個蘿蔔好甜 而且好 好多汁 嗯 我好喜歡這個 我喜歡蘿蔔 因為好清甜 再加那個魚子 那個 飯學作用也好出 嗯 其實這個紫蘇葉加海膽也夠 就是好像吃日式 對 海膽加紫蘇葉 嗯 超級海膽的 真的很好吃 這個 真的好像抽獎一樣 是 那我試這邊 其實看樣子是一樣的 是啊 其實我不是很能喝到分別 哎呀 這杯真的很好吃 陳皮 是呀你試到嗎 我試到陳皮 是呀 還是華梅呢 總之是陳皮華梅那一隻 哈哈 好像是我們吃的那些烤垃圾那些 我不是很喜歡 是華梅 這個薑汁有一點碎薑 這個薑汁 真的是華梅 看 它有粒 華梅在裡面 薑汁 這個有一點碎薑 就是這個呢 我要吃了華梅 但是不是很出到的薑汁味 我覺得 都是鹹香味 已經遮蓋了 這個我很喜歡的華梅花椒 非常好 是嗎 這個不是就是你那個嗎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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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意思 我先放回去 我現在就吃這個和牛 剛才你試了 我試了 拍了 拍了 這個和牛呢 也是有蟹粉在上面 還有紫蘇葉碎 是不是已經飽了 真的嗎 哈哈 這個是前菜 其實它的蘿蔔挺好吃的 就是如果你計 就是餐前凍吃東西 那個蘿蔔很甜 是不是 少許魚子蟹粉 這個和牛呢 嘩 我這個很軟 是是是 很軟 有時候我喜歡 不愧是和牛 就是你吃到是好的牛肉 是 我喜歡 就是凍了就差一點 我覺得凍了 我家裡說不錯 是啊 如果整體四個小食 有和牛 有蘿蔔 魚子醬蘿蔔 另外有海膽 雞胸海膽 另外就是梵立貝 你們四個哪個最喜歡 第一我最喜歡蘿蔔 第二牛那個我最喜歡 是啊 蘿蔔也是蘿蔔喜歡 還有那個華莓霸釣 華莓 我最喜歡那個紫蘿蔔海膽 那個 可能不知道 那個海膽也很好吃 所以有很新鮮 很新鮮的感覺 一吃下去 反而有海洋的味道 反而有海洋的味道 反而如果它是用三個 我覺得可能更好吃 因為剛才它是半熟的 是 硬一點 粗身一點 如果生 生的時候就變成刺身 對 對 我喜歡吃刺身 刺身 就 未必每個人都適合 可能有點火炸了 是 喝完最後一杯 好 我試了 我們這次有起司 好了 喝完最後一杯 起司 起司 這杯 反而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真的沒有什麼特別的味道 其實四隻都不是很突出 華莓和桂圓比較突出 因為它有帶一點甜 華莓又甜甜酸酸 所以很突出 其餘薑汁和陳皮 陳皮也有聞到少少香味 但薑汁又真的沒有很嗝 好 好 我們先試著 好嗎 嗯 我們一人再看看 有什麼特色的東西再介紹 好 Angela 繼續去到甜粉 甜粉 其實甜粉 其實我們沒有吃中間的東西 但好像很飽 但一個頭盆 我們還有一個燻蛋 這個是用蘋果木燻的燻蛋 上面有兩種味 一個就是蟹粉 放了蟹粉 另一個就是放了魚子 我們可以試一下 好 你試哪個 我試魚子 好好好 你試 對了 小心點 我可不可以吃那個 你很喜歡吃那個 是 超級喜歡 就試一下 有沒有蘋果味 是因為蘋果木燻燻 蘋果木燻燻 剛才他開的玻璃瓶的時候 其實都很香蘋果木的味 很香 還有呢 他比平時的燻蛋 濃味很多 嗯 雖然是蟹粉去搭 不過我覺得是用魚子搭是最好味 我覺得是魚子搭是最好味 所以我吃了 是香港味 因為我之前試過 所以一定要讓你試一下 是好吃的 好 接著這個 嘩 真的很 這個 滋潤 哈哈 打開 嘩 這個 這個 這個名堂 就是 燕窩 薑汁啫喱 二色雪糕 對了 有燕窩 真的很滋潤 很養顏 很難 嗯 你試一下魚子雪糕 他把薑汁做成啫喱 這樣 對 可以給大家看 你可以試一下那個薑汁啫喱 看他做得好不好 他就是有一些薑汁啫喱 加上一些薑膏一起吃 我吃燕窩 我吃燕窩 對 莊文多 我不敢說 提醒 薑汁加雪糕 其實有些薑汁雪糕 對 對 不是 這個也好像是 你試一下 嗯 嗯 是嗎 很薑 很夠薑 很夠薑 雲尼娜還是薑汁呢 但又有薑味 有薑味的雪糕 對 有薑味 對 對 對 有薑味 我覺得好吃 好吃 我覺得好吃 好吃 好吃 這個好吃 你看到我們也不停 不停地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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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要裝優雅 又要裝美味 即是雪糕 我真的非常抗拒不了 這個OK 這個OK 這個好吃 今天 今天我們介紹了花雕酒的套餐 其實這裡也有其他套餐 但好像剛才我們花雕酒的套餐 其實一套都五百多 對 一套五百多 另外我們叫這些甜品 有額外再叫 對 那這些 冰蛋 這個幾十元 甜品有幾十元 另外它有些蟹粉套餐 麵 有些掛麵 或者是有些拌麵 的蟹粉拌麵 整套餐 有一個是 就是名牌的 三百多元 那個因為 我們太飽了 吃不到了 對 如果大家 下次來 如果不是吃那個套餐 或者是多些人 的話 就可以叫那些 麵的套餐 那些 看樣子 很豐富 很多蟹粉在上面 不過 它這裏 因為不是開很多桌子 所以 看到有時候 都要預早一點點 對 大部份都是兩人桌 有兩張圓桌 我們其中一張 可以坐四個人 對 好 那我們今天介紹 是這麼多了 對 都喝醉了 開始 這樣 這樣 是 是時候回家睡覺了 哈哈 限奏而已 哈哈 真的 你真是 要命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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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拜拜